大家好,今天继续相机古朴美花铺 顺炮横鞠破直鞠,红炮2平5,黑炮8平5,红马2进3,黑马8进7,红狠鞠,黑直鞠,红鞠1平6 形成顺炮横鞠对直鞠的基本形式,现在黑鞠主流走法是马2进3 古朴走的是黑式4进5,不是原则上是要背对着鞠 这里犹如开门迎客,红鞠6进7,下一步要平鞠压马了 黑直好跳鞭马,红兵7进1,黑鞠8进6,红马8进7,黑鞠8平7之兵 红马7进6,黑鞠这里有两种走法,足7进1和炮2平4 我们先讲炮2平4的变化,红马6进4,要采鞠,黑鞠这里又有两种走法 平鞠抓马和退鞠抓马,我们先讲退鞠的变化 红马采炮,黑向飞马 黑的向眼被鞠塞住,所以红这里有一步妙手 气马,怕八进骨压打向 那黑鞠这里能不能吃马呢 我们先吃了看看会怎么样 红炮打向江 黑只能,落势 红鞠别着急吃炮,塞住向眼 保持空头炮的优势,先鞠9进2 要炮打中足抽鞠 黑鞠7退3 红鞠9平6抓炮 黑炮要是平开就鞠吃底式了 只能炮4进2 红旗这里还是不能吃炮 不然队子之后,中炮也给向飞了 红鞠5进1 黑鞠1平2 红再兵5进1 此时黑如果鞠吃鞭 黄炮就打鞠江 黑如果足拱鞭 红鞠就吃炮 黑如果进鞠守炮 红就兵吃炮 交换完黑就没鞠了 也是守不住 所以在这里 红进炮要打向的时候 黑鞠不能吃马 黑走鞠1平2 红炮打向 只能落势 此时红马三进2 准备马踏边足踩伤 黑鞠这里有两种走法 第一种鞠7平8挡马 红气马 走鞠9进1 那红马为什么要跳一步再气呢 因为在刚才的位置 黑有气鞠砍炮的选择 所以跳开一下 黑鞠8进1吃马 红鞠9平4 下一步 鞠4进7就可以平顶灌杀了 那黑要怎么解杀呢 黑这里走了 鞠2进1 气鞠 红鞠吃鞠呢 黑象就可以飞炮 那要怎么办呢 红气这里还有个妙手 不吃鞠 反气鞠 鞠4进6 憋住马腿 下一步要 炮打争足 成炮杀 黑鞠吃鞠 或者炮打鞠都来不及了 最多还能鞠8兵物送个鞠 红兵拱掉还是这样 黑炮打鞠 红炮打足绝杀 那在这里 红马3进2的时候 黑不平鞠挡马 还有一种走法 足3进1 下一步准备马1进3采生 红气马2进1 吃足 要踩马踩鞠 黑如果吃马 红炮打中足就成炮杀了 不能吃马 黑 马1进3要踩鞠踩炮 红不逃鞠 也不吃鞠 直接马踩马 黑马也不能吃鞠啊 红炮打中足就成炮杀了 只能回马把中炮先踩了 红炮打中足将 随便黑补哪个是了 红炮把炮一吃 等一下双炮来铁门山 非只能鞠砍炮也是必输了 好了 这绝期就分享到这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局再见